很多年纪大有点甩手工 这样 这个也很好 那我所谓的加强版的 你再往后甩 哦 脚 是 你会发现 你会 然后 脚腿前面后面也在运动 很简单就可以让自己的运动加强 如果云知道高年级生的大小是问凯云就知道 我们过去说养儿防老 可是老师告诉我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要养鸡 到底哪个鸡啊 鸡肉的鸡 鸡肉的鸡 这是不是因为我们这几年 很常提到的所谓鸡少症 对 鸡少症会有什么问题 鸡少症问题太多了 的确啊 我们说养儿防老其实是养儿 不如养鸡啊 为什么 因为你的鸡肉够强的话 你的活动力 你日常生活可以独立自主 不需要靠儿子 是 要不然你要靠儿子 你这样反而不可靠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肌力练起来 那练到肌力很多人就讲 我练深蹲 我练深蹲 有没有 取亚灵 其实那个一般来讲 我是很赞成的 因为那个风险也会比较大 我讲大哥哥 大姐姐 弟弟妹妹们都一样 其实你用地心领力 这样打开机拳 好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国建署有一个统计 我说在台湾65岁以上 男生积少症的人占了23% 那么女生占了18% 等于算下来30万人有积少症的问题 你几岁 我六倍 我不是23万 你没有中吗 我不是23% 还好啦 真的喔 那我要来测试看看 今天呢 我们就用一个椅子 简咎就说一直练的会背啦 真的会背吗 基本上很多人问说 练背肌怎么练 当然没有错 我们背肌会鼓励各位做这个 这个练上背的背肌 你这个背肌多练的话 避免弯腰头背 很多年纪大 弯腰肌力不够就弯腰头背 所以鼓励大家多做握紧拳头 这个我记得我们以前节目有介绍过 没错 这样的话会比较抬头挺胸 练背肌 那另外呢我鼓励大家呢 往后踢 练下背肌 往后踢 那这样我们踢半天还是飞不起来啊 你真的可以做到飞起来啊 我做这个动作 各位不要学啊 这是稍微表演一下而已 这样子起来以后 脚上来 哇 老师也推了 太厉害了 这个背肌拉起来这样 你看老师有多强的肌力啊 仰卧起坐 各位各位练腹肌 好 这龙肌呢 这个就是劣势洋卧起坐 哇 这全身肌肉都好 OK 很厉害很厉害 这里摆平了有没有 是 摆平这样 哇 那你都不怕被老婆赶出房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刚刚那两个动作太难 太某二 好 那我们可以从什么简单的 而且你说你看到高年急身叫他去举牙铃 或什么很容易受伤 有没有他们平常在做的一些动作 其实调整一下就是很好的肌力训练 很多人年纪大一点去打太极拳 对 我很赞成 因为打太极拳第一个动作慢 慢 有没有 他一不同的招式 那动作慢以外呢 他微微的蹲 利用地心引力 可不可以大概没有看起来拿雅铃做太极拳的 哈哈哈哈 对 就是那空手有没有 我利用地心引力 另外呢 他这个有时候动起来以后呢 稍微抬高 你看喔 要维持稳定 可是心肌要很稳 哇 我的脚在抖欸 就是你在举手头指的时候 身体要稳定 有没有 打拳也是一样啊 是 你的拳力出去的 身体要稳 这个才有力量 好 那你刚刚示范的是 让大家知道说 诶 这样子维持稳定 确实肌力可以训练出来 一个一个教大家 就两三个动作就好了 让大家 练太极的人知道该怎么做 可以更好 没有练太极的人 也可以从这些招式开始做 各位想到练下盘的力量 一定想到弓箭步 是 维蹲 年纪大不一定要深蹲 你不要啊 这么深 这样的话 有时候膝盖会受伤 膝盖会受伤 所以维蹲就好了 但是呢 左右转动 它进去都这样 重心左右转移 左右转动 这左右弓箭步的变化 好 所以第一个 就是让自己呢 维蹲 自己两脚张开 比肩膀宽一点 然后维蹲 维蹲 之后等稳了 再开始做动心的转移 再开始左右变化 接下来你说要 要抬起来的话 要注意什么 抬起来的 稳住 有没有 站稳 再动 抬起来不是有这个动作吗 好像有喔 有吗 有没有 所以你抬起来的意思是 身体稳住 是 这个时候核心肌就要很好 好喔 然后再推 手呢也可以做一些变化 那这个手也会训练到肌力吗 还是我们要去拿保特瓶过来啊 你的肌肉只要收缩 是 就可以达到练肌力 你看喔 握拳头 你的拳头一握起来 你看喔 握拳力握起来 这个肌肉就在练肌力 是 我们之前不是很多握力很差吗 对 练握力 收缩 真的很多高年级生 他要转一些罐头 是转不开的 保特瓶也是打不开的 所以我们会鼓励他去捏那个墙 小皮球有没有 了解 就这样子边看电视边捏 捏 捏 捏这样子 所以代表都在生活当中可以做 甩手工我也很赞成 很多年纪大会练甩手工 甩手工 甩一甩以后蹲一下 这个也很好 那我所谓的加强板的 是 你再往后甩 前翘后翘 是 你会发现 你会在前翘后翘的时候 脚腿前面后面也在运动 很简单 就可以让自己的运动加强 然后训练那个激励 对 好 这算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就是你的肌肉收缩 举高往上延伸 垫起脚尖 再来走路 哦 有没有 挺简单的 因为脚尖垫脚尖走路 小腿要用力 挺拔肚子要用力 是 大腿要用力 你也可以翘着脚尖走 所以还可以 所以小腿前面要用力 是 练到的地方就不太一样了 对 好 那像我们如果说 平常没有在练肌力的人 要开始练肌力 或者我刚提到65岁以上 男生23% 女生18% 他是基少症 他们要怎么样开始练 对 我会鼓励 动在生活当中 嗯 很多基少症的朋友 发现他爬楼梯很紧 对 楼梯爬不再上去 所以我们在居家 就可以扶着楼梯 站一阶 哦 慢慢 哦 慢慢 哦 站一阶上去 来来来来 你的阶梯在这里 这个阶高了一点 哦 当然一般来讲 你建议不用这么高 嗯 低一点就好了 刚开始低 越来越高没关系 嗯 比如这样站上去以后 一 下来 有点像阶梯运动的感觉 对 这个是练腿的力量 因为你这样练一练以后 你上楼梯就比较防守 好 所以生活当中 可以用这个阶梯来做辅助 对 OK 好 那上肢的部分 呃 就是原本已经有基少症的人 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 生活方式来辅助 那我们现在鼓励大家 你先练握力 刚讲 球 你毛巾 开罐头 对 开门把 水龙头 水龙头 很多都是手的握力 所以握力先练 是 我们把骨 把骨就很简单 握紧拳头 撑开 所以要停留 我把它叫做把骨 把骨 不是只是这样子 随便按呢 对 就要紧 紧 刚讲你的肌肉用力 对 就达到强化肌力 好 撑开一样 好 所以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先练这个动作 好 再来呢 我刚刚示范的 你握力 用力 像健美先生一样是不是 对 你这个都整个上肢都在用力 胸部在用力 看着说你只要肌肉用力 好 生活当中 你就可以用力 好 用力 那解救救救 还有什么要提醒肌少症的人 他们要注意的 肌少症呢 那个是 你肌肉流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 没错 长回来也要慢慢慢慢来 所以不要急 但是呢你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做哪个动作比较难的时候 那个动作也不要勉强去做 但你会朝那种目标去做 所以我刚刚讲 握力先慢慢练 臂力 比如说最简单 有时候我会鼓励做这个动作 这个 你看喔 我这个前后弓箭步 对 练腿力 伸力挺拔 然后手呢 掌心的地方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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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往上 一个下一个上 下来的是往下一个 掌心迎封面 下 一个往下的往上 你这样做个十下二十下以后 反过来 换这些手翻过来 翻过来 变成这个往下 这个往上 好喔 OK 我们的运动都是有那个概念 我现在手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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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强化肌力 这个是往上的用力 这是往下的用力 往下的用力 运用到的肌肉是不一样的 所以老师才会强调说 需要这样子互换过来 就是老师 或者是小龙 沥走 用造成的项目 用力 从小吃 用力 用力 直到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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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多人说鸡架层有什么关系 它这个影响层面真的非常大 有些老人家容易跌倒 对 然后如果说它的肌力比较建立起来之后呢 它甚至看到一个水蛙 还可以轻步地走过去 就比较不会发生跌倒 或者有那种门槛 以及我们在这个人行道不是都有一个槛吗 肌力不够的时候很可能就这样跌倒 就跌倒 这个只是一个动作而已 其实肌少症影响层面很多 它因为它牵涉到代谢 牵涉到荷尔蒙 所以你的肌肉一流失 荷尔蒙会出问题 代谢会出问题 所以现在很多慢病 慢性病有没有 其实跟肌肉减少也有相关 好 所以不管你几岁 就算已经肌少症了 可以从刚刚这些非常简单的动作 开始来做起 那如果呢 你现在在40岁50岁都没有关系 你应该很久没有在做肌力训练了 赶快加入这些肌力训练的动作 不管是菊亚铃 或者我们刚刚教的 稳定你的核心之后 然后开始来转移重心 训练下盘 或者是呢 垫脚尖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法 我们先谢谢简舅舅来到现场了 谢谢 谢谢大家 如果您知道 高年级生的大小试问凯云就知道 欢迎大家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还想要知道哪一些呢 赶快在下面留言